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0月30日的一篇文章中称 中国大陆介入美国2020年的大选 很像俄罗斯在美国2016年选举中散布虚假信息那样 他的目的是在美国政治中散布不和 但是他的行动更为老练和更为复杂 中国人的各种官色行动包括某些非政府人士 他们宣称对抗中国共产党 但是他们同时也可能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式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开宣称 中国比较希望川普总统无法竞选人论 希望比较能预测的拜登当选总统 这种对中国干涉美国选举的分析 只适用于中国的官方机构 中国有另外一个努力 他的目的是支持川普总统和散布有关拜登的虚假信息 这样的行动有中国的亿万富翁 郭文贵操盘 他宣称他是异议分子 然而他的行动有适合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一致 《华盛顿邮报》指出 郭文贵是班农的亲密盟友 郭文贵把他自己和他的吹哨人运动 直接插入到美国总统选题当中 他的中文网站Gnews一直在发表 称是从拜登的儿子韩特丢掉的笔记形电脑中取得文件和视频 文件和视频的内容包括指控 韩特拜登和中国三人的生意关系和不雅的个人视频 郭文贵宣称自己是一个反共自由斗士 他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新中国联盟 然而郭文贵最终的议程 议程还是阴暗的 郭文贵的伙伴路德王定刚在YouTube上宣称有关 拜登的资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收集后送到华盛顿的 这和班农和鲁迪·朱利安尼称 那些资料是来自特拉华州一家电脑修理店不相吻合 华盛顿邮报说 郭文贵正在从事的另外一个大计划 扯破了他自己宣称是反共的异议分子的说法 那个大计划就是付钱给众多的他的追随者去骚扰和威胁 在美国土地上的中国异议分子和人权活动家 被骚扰和威胁的人包括傅希秋牧师 傅希秋牧师是对华援助协会会长 民主活动家吴建民和李一平也受到骚扰和威胁 在YouTube上帮郭文贵控告他们是共产党的间谍 他要他的追随者除掉他们 傅希秋牧师现在和他的家人在警察的保护之下 躲在一个地方 他告诉华盛顿邮报说 他相信郭文贵不是反共异议人士 不但不是反共异议人士 他还认为他还为中国共产党猎捕异议人士 郭文贵否认他和共产党有关系 他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散布虚假信息的手段 华盛顿邮报说他们无法知道郭文贵的真实动机 他是不是换边和共产党斗争 然后再换回到共产党那边 他是否联合共产党内部的一个派系去斗争 另外一个派系 他站出来是否仅仅为了自己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外国公民 他一边散布恶意的虚假政治信息 一边骚扰美国公民 华盛顿邮报说 班农和鲁迪·朱利安里 可能真的相信郭文贵是反共异议分子 他们的目的是利用郭文贵 郭文贵为了他的阴暗的目的而利用他们 阿弥